各位网友大家好 天气干草最好是煮一些滋润的汤水 给家人喝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 苹果马蹄煮生鱼汤 它有清热用肺的功效 看看材料 生鱼 肉眼 也可以买猪子 蛇果 马蹄 8盒 8盒用水浸洗 因为它煮的时候 有硫黄分裂 否则煮起汤会比较酸 1个果皮 也要先浸软 现在开始做 把肉眼切开 水下锅 将它煮一煮水 煮一煮水 煮水后 就可以捞起了 把鱼皮 把鱼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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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有很多黏液 用一些盐浆干净 盐浆干净 用盐浆干净 洗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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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厨房纸 浆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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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煎 没那么容易煎烂 和黏锅 现在烧热锅 加入油 把鱼煎香 浆干水 慢慢煎 煎到两面金黄 等它煎一下 煎到两面金黄 用煲鱼袋 因为它有骨 把鱼煎香 剁掉 砂蹄 葱 切成 蘋果表面有一層蠟 用鹽散一下 把一層蠟散 散幾次之後 用清水漿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 去掉芯 清洗乾淨 加入瘦肉 加入水 加入果皮 馬蹄 百合 因為馬蹄和蘋果是甜 所以不加入蜜棗 蓋上蓋子 煮沸 煮沸後 加入蘋果 加入山魚 煮沸 辣魚 大約半小時 煮沸 半個小時 煮沸 用冷水 再煮沸 半個小時 中小火再煮1小时 很快就已经煮好了 汤已经煮得很漂亮 加少许盐调味 现在装出来 非常滋润的一碗汤 最适合秋冬天用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